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崩铁宝箱攻略 接着打开地图,来到白日梦酒店的梦境 这里传送到贵宾休息室走南 创关了以后呢,首先回头往地图的南边走 这边关了以后呢,再继续往南边走 走过来这里,首先右转 这一只小鸟是第53 然后再回头往东边,这边是一个拼图 首先第一个放到第二排第一个 第二个放到第二排的第三个 第三个放到第二排第二个 第四个放到第二排第四个 第五个放到第三排第一个 第六个放到第三排第二个 第七个放到第一排第二个,转两下 这个宝箱是第142 然后原路返回 首先点获取冲能 然后再往东边走 这关来右转 然后再右转 往西边,这里穿灌来 穿灌了以后呢,再继续往前面走 这里打一下怪 然后点回收 回收以后呢,再继续往西边走 这关来右转 然后再左转 穿过一个红色气球 然后继续再往南边走 这是第143 也就是上品 然后灌了以后呢,再点回收 接着再继续往南边走 这边是第144 都归你吧 然后沿路返回 然后沿路返回 先走出来 走出来以后呢 这里走到东边 然后右转 打一下怪 然后按这个机关 点按下 然后又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这里点回收 回收以后呢 往北边上一个楼梯 然后左转 走下来 这边首先打一下罐 然后就是第145 或许对你拥有 前面这里有只小鸟 这是第50射 然后打开地图 首先点返回 传送到贵宾休息时走南 传送到贵宾休息时走南 传过了以后呢 首先往西边走出来 然后左转下楼梯 接着继续往西边走 走进了以后呢 右转 这边是第146 然后旁边这里有个锚点 可以开一下 开到锚点以后呢 原路返回 继续往东边走 走出了右转 然后下楼梯 一直走到最下面 下来以后呢 这里回头 点哈鲁变身 首先往东北方向 这边是一个火箭 我们点传送 上来以后呢 点调查 将这个罐子吹下去 吹下来以后呢 前面这里也是第147 然后原路返回 先坐火箭下来 下来以后呢 继续往西边走 折关来左转 这里先躲避一下怪物的攻击 这边走过来 点一下小鸟 这是第55 然后里面还能开一个宝箱 这个宝箱是第148 然后打开地图 来到上方 传送到监控室 传送完了以后呢 首先东北方向 这个电视机上 这是第56 然后再往地图的南边走 走过来右转 再往地图的西边走 走过来以后呢 首先打一下罐 在桌子上面 这是第57 然后回头 这个宝箱是第149 接着继续再往南边走出来 然后一直再往东边走下来 下来以后呢 右转 砸一下次元铺满 主不就是第150 然后还是传送回监控室 这次呢 往东北方向 先走出来 先走出来 走出来以后呢 右转 这边来做一下电体 做电体以后呢 这个宝箱是第151 都归你吧 然后继续往北边走 这里走上来 从左边绕过来 这个宝箱是第152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锚点 也许对你有用 有帮助的话 还请多多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